好 我們看 這個拖誅房羅 在論裡面有這麼說 他講是由欲貪顧 就是我們有煩惱 這個煩惱就會讓我們不能解脫 其實他簡單就是這個意思而已 主要講的《中阿罕的陳玉經》裡面 就在講這些事 講這種概念 這個論子是在解釋這一些 《中阿罕的陳玉經》 他講這種概念 《中阿罕的陳玉經》 《中阿罕的經》基本上都有經名 他這裡是說到 因為有欲貪的緣故 不能超欲見 好像手欲阻 你就被那個 因為你執著那個你就被那個耽誤 你就被那個綁死 就是煩惱叫做結 煩惱叫做結夫 它就是這個意思 他其實是在講煩惱如 一般我們形容煩惱基本上是 但是它這個概念不是 它這個概念是結夫 就是你就被他綁住 那他這裡把這個比喻形容成兩個了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 巡邏的守主 所以他說 所以他說 因為玉灘你就不能超欲見 因為色灘無色灘你就不能超 色界無色界 如守欲主看 就是你在監獄裡面基本上有兩層防護 除了搶本身之外 第一個就是 有看守的人 第二個就是有巡邏的人 就是在外面巡邏的人 看守你的 就是還有在外面巡邏的 那麼 就算 他的意思就是 就算你色能 色有能超 就是 假設你有一次跑出來 你從監獄那個門跑出來 你托你那個看守的人 然後跑出來 就是說你離了玉灘 調補玉灘了 跑出來 但是 就是 環下玉界如環弱人過 色有能超 就是假設你 你調補 你並不是斷掉 你調補 離玉界了 你離玉界到什麼 到色界無色界 但是色界無色界 沒有多久 他又怎麼樣 又掉到玉界來了 那福報金就掉到玉界來了 所以他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斷的話 環下玉界如環弱人過 他的意思就是形容 你 兩層勘復 一層是在 在這個 在這個監獄門口裡面 一個是在外面巡邏的 你拖了這個監獄門口 還沒出這個監獄的大門 你就被那個巡邏人抓住了 又送回去監獄 他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他後面講 如守欲主 貪稱為守欲之人 三截是防裸之人 就是你如果沒有把三截斷掉 你不可能真正得解脫 就是得解脫了 所以你只要斷了三截 那麼你就確定可以得解脫 那大皮判燒論講的是 煩惱是種在祭跟籤 籤啦 籤貪跟祭度 那籤貪跟祭度其實就是 主要是比較由貪跟稱起來的 如守欲主 守欲的這個士主 那五孝分節一樣是三截 三截斷 就是除了貪跟稱之外 要斷三截 那他說五孝分節 於玉界有情如玉主 即防裸者 就是千灘跟五孝分節 大概是這樣 我們就順便 就有看到 大概就再說一下 好 那現在來看一百二十六經 一百二十六經 好 他說有這麼一天 佛在祈願金色 這個時候 世尊就跟比丘講 那有時候我們常常會講 那麼佛無聞自說 這個就是佛無聞自說 佛無聞自說的可多了 那一般我們比較會強調 阿彌陀經是佛無聞自說 阿漢經裡面佛無聞自說的非常非常多 然後最近就有一些是比丘問 那佛去佛回答他 那有很多其實都是佛無聞自說的 像一一六經也是這樣 因為佛每天 也不一定是每天 就是常常會講經 那除非他在修禪定的時候 那通常我們看到的是 就是佛吃飯回來 就是脫播然後吃飯回來 大概就會講經 那講完經大概就是 他就去禪修 一直禪告到下午 他可能有講可能不講 那有可能人家來找他 不一定 他為人家講 有時候他去哪裡講 那通常他有時候住舍衛國 比如說三個月一年 然後又去王舍城 然後去王舍城後又去匹舍裡 我們就這樣到處去 好 我們看 他說這個時候是在舍衛城 那齊遠近色 他說當說所知法 至即至者 所以他現在要講 所知法 至跟至者 這三個概念 好 地聽 善師 當未能受 佛陀說法基本上 這個變成定型句了 地聽 地聽 善師念之 有些就去聽佛說法 就主動講 我文法後當獨一進出 專精思維 不放一注 基本上是這樣 那麼 云爾所知法 就是當說所知法 就是說你必須要知道的 就是說你要解脱 你必須要知道的觀念 然後我們常常講佛法佛法 那佛法主要就是 第一個 什麼是真理 第二個 什麼是正真理的方法 或者說什麼是苦 那怎樣可以離苦 它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阿安靜裡面也有強調 什麼叫說法 說五運無我就叫說法 你的 所以這個叫做氣禮 很重是氣禮 氣而宜 就是你說法的目的是做什麼 氣和 相應 所以它要相應 這個是法 這個是法 那麼基本上就是 目的就是解脱 離苦 解脱才可以離苦 這是我們修行的目的 那也是我們文法的目的 那你如果不以這個為目的 當然它有很多種目的 比如說你要生天來幹嘛 但是主要比丘是以這個為目的 解脱 出家是以這個為目的 所以解脱的方法 所以前面不是講嗎 有生 前面113經 169 有生 有生幾 有生灭 跟有生灭 道基 它一樣 它一樣是這種概念 有生 存有 這個五運生 這個就是苦 五運生死苦 五運赤胜 那麼苦 其他這個就是苦 這個是苦因嘛 那為什麼會 因為有這個生 有生就是我們有 有就是 有這個五運生 這個就是五運生 有 這個是存有 那麼苦 這個就是因 苦因 這個是目的 苦滅 滅苦 這個是目的 就是你聽法的目的 修行的目的 就要是這樣 這個是方法 怎麼樣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那你為什麼要達到這個目的 是因為我有這個 我有這個 我有這個苦 那目的就是離苦 目的是離苦 所以它這個是方法 所以它基本上都是講契義的 那為什麼這裡講就是所知法 所必須要知道的 通常前面都會講 那麼出家 或是正姓出家 足姓子 所謂正姓出家 什麼什麼什麼 這前面有啊 它其實都在講這些東西 阿含情翻來覆去 很多都是在強調這種概念 前面有些就說 所謂足姓子 正姓出家 什麼樣怎麼樣的 我來看前面有沒有 第幾頁 它這個就是說 你一定要從你的發心 或是從你的 你不要忘記 你之所以來 學佛修行的目的 我們叫做出發心 或是你的 你的一開始修行的原因 不知道在哪裡 沒有看到了 沒關係 再次講到再來講 常常會講 所以足姓子 正姓出家怎樣怎樣怎樣 好 沒有關係 我們如果看到了再回過來看 再往地看 所知法 就是你必須要理解 必須要明白的 那什麼是手知法 所應該要知道的 所必須要知道的 為五受音 何等為五 色受音 受想行事音 有時候叫五取音 有時候叫五取音 那這裡講 基本上就是色受想行事 色受想行事 這五運 自明所知法 這很簡單 這就是你要解脫 你要解脫的關鍵就是無我 那麼 那你先必須知道 什麼是我 然後才能夠知道 怎麼樣可以無我 用什麼方法可以無我 那因為一般眾生 都是執著有我 你生死就是執著有我 就算你執著無我 還從某個層次想 還是執著有我 就算你認為是無我 像唯物論 我們不是講有兩種見嗎 常見跟斷見嗎 有我跟無我嗎 但是這個部分來講 都是執著有我的 你說那我 我認為沒有我 時候就沒有了 那我就沒有我見 不是 不是你認為時候都沒有斷面 你斷面見就沒有我見 還是我見 所以佛陀才會講 我見兩種 一種就是常見 一種斷見 它都是我見 我們不要以為說 那我 唯物主義 沒有我 死了就是沒有 不是 死了都沒有 現在這個是我 這就是急於我 有沒有 我見基本上來講 所以它一樣會有生死 那不然你說 那唯物論 它無我 它不執著有我 它既然不執著有我 它為什麼會有我見我愛 它沒有我見我愛 它為什麼 它不就輪迴了嗎 它不就出輪迴 它不就不用生死了嗎 不是喔 不是這樣喔 我見基本上 這個我見 基本上有分常見跟斷見 它都是我見的 常見跟斷見都是我見 只是常見是離運我 斷見是極運我 這個五運當下就是我 它還是我見 它還是我見 那你不要認為它無我 它是斷見的 它叫做極運我 它還是我見 一樣是我見裡面的 所以你不要誤會 不會說 那斷面的人 他都不認為有我 他不是不認為有我 他是不認為死後有一個我 但是現在這個我還是我 好 我們底下看 所以它這裡 因為是這樣的原因 那麼佛陀的重點就放在 放在怎麼樣理解這個身心合合的我 那有時候講 有時候講五運 有時候講十二處 有時候講十八戒 或者簡稱為六戒 那有時候是從 從這個怎麼樣執著有我 那麼到未來生死去分析 我們叫做緣起 那麼這個我到底是層層怎麼樣加深的 那怎麼樣後來 輪迴的這樣的前後因果關係 到底是怎麼樣來的 這個我們叫做緣起 所以一般來說 五運無我 六處無我 六戒無我 緣起無我 基本上就這樣 好 就從這幾個地方去觀察分析 那這裡 這裡 講五運 五運 好 為五受陰 色受想行 是受陰 色受陰 受受陰 想受陰 行受陰 是受陰 這個是名守之法 你要知道有五運 那知道五運做什麼 那五運 依五運起什麼 起煩惱 那麼 雲何為智 依智得解脫 那怎麼樣 那怎麼樣 怎麼樣能夠超越 因五運而有的苦 其實是這樣 那所以必須要有 智慧來調伏這些煩惱 那雲何為智 調伏貪欲 斷貪欲 斷除這個貪欲 超越這個貪欲 所以它有三個階段 你看 調伏 斷 超越 那麼 四名為智 它也可以說 同一個也可以說 有層次 因而為智者 那麼 智跟智者 智其實就是你擁有這樣的能力 擁有這樣的功德 智 智當然 智 智當然就是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功德 智者當然就是你擁有這樣的功德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阿羅漢是 那麼 一般來講智者的話 那 出果 惡果 三果 四果 都可以說智者 因為他們有真正的智慧 我們叫做波勒 無肉智 但是阿羅漢才究竟原版就是了 所以他這裡講 聖者其實都是智者 阿羅漢者 非有他是死 非無他是死 那 假設你說有跟沒有 那麼這個就變成常見跟斷見了 那這裡有四種 我們叫做四句 通常 通常印度人就比較講這種 沒有 後來就變成離四句絕百非 有 沒有 然後 亦有亦沒有 非有 非沒有 這個要應該這樣斷句才比較不會亂掉 他是這樣 這個是四句 一個是有 印度人習慣的 中國人比較沒有講這個 有 無 然後他這個有無 就是亦有 亦無 其實是這樣的 有 無 亦有亦無 然後 有 無 有無 有無 非有無 來一個非有 那麼 非有 非無 那麼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 有 無 亦有 亦無 非有非無 那 這個 前面再加上個非 就不是 否定掉這個 這四個都不是 所以你就會變成 非有 非無 非有無 非非有無 那 這個也是有相關的 就是 也不是這個 就是 他否定掉 不是否定掉這個之外 又另外有一個什麼 那 所以他是這樣 那 這裡講到前面說 他是 他是 他是死 比如說 下面可以接很多東西 那一項 他這裡就是說 非有 非有它是死 非有它是死 非無它是死 一樣 都是前面 那麼 所以 前面可以接很多東西 就是什麼什麼都可以 那當然就是四句 所以他說 廣說無量 好 那這個 這個為什麼呢 在 在 在其他的經 九六二經 裡面 他基本上是怎樣 落至東方 他是這樣 落至東方 九六二經不知道在那裡 等一下找一下 落至東方 南西北方 四折不難 四折不難 就是他是 或是他一個地方 南西北方 四折不難 四折不難 現在要 下面有一個比較麻煩的 叫做諸樹永滅 那麼 聖身廣大 無量無數 有面 聖身 廣大 無量 無數 有面 如果我們依這個經來看 然後來看這句底下的 那可能就要 可能就是這個廣說無量 就不是說 那底下就很多很多 說了很多 那如果我們依這個經文來看 那廣說無量 一般我們說的就說 那底下就很多了 就說了就非常非常多 但是如果我們依這部經來看 它 這個是另外一種方譯法 聖身廣大 那廣說無量 也就是廣大無量的意思 聖身廣大 就廣大無量 然後諸樹有面 那這個諸樹有面 就變成無量無數 無量無數有面 那這個樹一般來講 也有講俗樹 就是有違法 一切有違法面 就是入無違法 就不在有違裡面了 就是一切煩惱都面了 就是有違法面 那這個跟如來滅後 到底是有 到底是沒有 那麼一般也 這裡也常 就是說阿安經裡面 也會常常提到這些概念 如來滅後 非有非虎 非亦友亦武 非非有非虎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你不能夠 用你的概念去想像 到底是什麼狀態 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你是用純粹我見來講的 好 那這裡 有有一種就是把這個 所謂的廣縮無量諸樹有面 就是說到 因為它這裡講到諸樹有面 就是變成比較 廣縮無量 因為導師他是這樣斷句的 你看導師都是斷句 廣縮無量諸樹有面 那如果要照那個經來之後 就是廣縮是一個 無量是一個頓號 諸樹是一個 有面是一個 然後 世民說所之法至極至者 所以這一句 這一句有一些是說 有一些是這麼說 第一個對阿羅漢無法亮度 就是無量 就是你沒有辦法去揣摩它 沒有辦法去想像它 一般我們就說原理道斷了 心形觸滅了 那麼一切語言也被破壞 所以他說這個廣縮無量 那無法評斷它是有或沒有 那麼在一切法破壞的時候 沒有辦法評斷它是有沒有 就是諸樹 如果是這樣講的話 因為有一些人是這麼說 就是說諸樹有沒有廣縮無量 類似像這樣 好 那我們也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要從這一部經來講 就是聖僧廣大這邊來講 那這個斷句可能就要重新斷了 但是我們就參考了 因為我們老實講 也不確定它到底是怎麼樣 那也可以參考後面的解釋 後面的解釋當然是余教佛派講的 所以他會講 如來面後若有若無 亦有亦無非有非無 好 我們看一下好了 119月倒數第一行 111耶 110 不是啊 講錯了 100 他這裡沒有 我忘記了 我拿的課本跟你們的課本不一樣 好 我要寫一下好了 我拿到這個是這個文 他有 他有 你應該也有啊 有嗎 後面有瑜伽的 有有有 100 那不用 在第幾 第幾幾行我看一下 125月我看 究竟五 究竟五 二品總略 我看一下你們有沒有 我看一下你們有沒有 不是在這裡 在這裡 100 126月 就是我們這部經底下那個 那個余邪師弟論 那個論 第幾行我看 1 2 3 4 5 第五行 第五行 我忘記了 為如來滅後有沒有 若有若無 亦有亦無 亦有亦無 可以參考 我想要畫一下 忘記了 好 他是在講世俗地跟聖意地 這個是那些 就是余潔西地論 論詩的這些看法解釋 他是解釋阿安靜的 所以我們來看他的解釋 如來滅後 若有若無 亦有亦無非有非無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有無 有無 其實就是 有無 亦有亦無非有非無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這四個 皆不可取 亦不可記 為什麼呢 因為依是個聖意 彼不可得 況其滅後 或有或無 那麼如果依世俗 世俗地來講 那麼這個所謂的如來 那麼入涅槃 這個當然都是 不是真的有一個不變的如來 入了一個真實的涅槃 他就是你會把它變成一個常見 但是他也不是不入涅槃 所以他大概在講 講這些道理 所以他說這個 底下我們就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因為 那因為罪為希 聖身 因為他底下有講 什麼叫做聖身 因為為希 那什麼叫做廣大 那麼非一諸行煩惱所顯故 就是他斷很多煩惱了 那麼無量是因為 限量比量正較量 所不量故 那這個就是 這個量就是一種認知了 就是他的解釋是比較 又不太一樣了 但這個是語解釋論的解釋 我們可以參考 那因為導師是 導師的斷句是廣說無量 諸數有滅 好 所以他這裡 這個樹基本上也是 如果從語解釋論來說 就是一切諸行煩惱 所以一切諸行煩惱斷 叫做諸數永滅 就變成是這樣 那廣大 那一般來講諸數有可能就是指這些有違法 就是主有違法 好 那如果一我們剛才這部經來講 就聖身廣大 無量無數有滅 因為他文差不多一樣 那又是另外一種說法 好 那我們再往底下看 一百二十七經 那他這裡 因為這裡就變成有一點點 再加這個語解釋論 就有一點點我們比如說學術性 那我們要講說佛陀講這個經的目的 最主要是在說 最主要是在說 那麼你學佛出家修行 那麼你要知道的法是什麼 那你為什麼要知道這些法 那麼基本上就是我們剛才講過的 就是你為了離苦為了解脫 那你為什麼要離苦 因為你有煩惱很簡單 煩惱造業就會造成你的苦 而且你不由自主的會受苦 你已經造了業了 你說我不要受苦 他也不能不受苦 那你已經煩惱養成習慣了 你說我不要起煩惱 我不想起煩惱 他也會起煩惱 那你要怎麼辦呢 那問題要怎麼辦 所以你必須要調伏煩惱 要斷煩惱 要超越煩惱 他在告訴你這些道理 好 那我要怎麼調伏 怎麼斷 怎麼超越呢 要有智慧 現在我們講說 這部經在告訴你什麼 他要有智慧 那智慧我們講 智慧斷煩惱 只要有兩個層次 我們說煩惱就分兩個 就是見煩惱跟愛煩惱 觀念上的錯誤 行為上的偏差 你在觀念上你要先確定 就是我們說 生死的關鍵 煩惱的根源就是我見我愛 就是我見我愛 所以你要先確定 其實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獨立正常的我 所以你不要認為 阿羅漢入了涅槃 那他去哪裡 阿羅漢入了涅槃 佛陀成佛入涅槃之後 他去了哪裡 阿做什麼 去那裡做什麼 那如果佛陀入涅槃 他只是去到一個清淨的國土 那他為什麼不再來 他可以再來的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再來 那為什麼要有下一尊佛 反正就是你會有這些概念出現 那其實這個都是一種我見存在 那你要先除這個我見 那他這裡的就是說 你先不要認為 這個有一個真實的 然後入了涅槃之後 然後他入了涅槃之後 他無我之後 然後他去哪裡 然後其實這個是 沒有辦法就是 讓你用世間的語言跟你講清楚的 那但是你現在要做的事 你現在要做的事 就是你要有智慧 那智慧怎麼來 從文師修正來啊 那文什麼 文種種的法 最主要的就是要文 武運無我的法 無我的法 怎麼樣正無我的法 什麼是我 為什麼要 為什麼會有我見 我見會引起什麼 我愛 我見我愛會引起什麼 引起煩惱 煩惱會引起什麼 槃槃會到我們造業 造業會讓我們怎麼樣 生死受苦 輪迴受苦 就這樣 他就是在告訴你這個道理啊 所以你第一個 要有智慧 守知法 你現在要學習什麼法 你要用什麼方法 可以讓你脫離這樣 不斷受苦的宿命 輪迴 那你學習的方法裡面 最主要的是什麼 怎麼正無我的方法 為什麼會有我 怎麼正無我 所以他就告訴你 守知法是什麼 武運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六處 給它改成什麼 六界 就地水紅空事 這樣他就對我的分析而已 其實是這樣 然後要怎麼樣 既然已經知道了 要怎麼樣 要調伏他 因為所謂我見我愛 表現出來的形式叫做煩惱 看不到我見我愛啊 當然也可以看得到 但是我見我愛 明顯表現出來就是你有煩惱 貪稱之是從我見我愛來的 所以你一定要先認知這些 然後怎麼樣 調伏他 要調伏 要防護他 藉是防護煩惱 定是調伏煩惱 會呢 斷除煩惱 那斷除煩惱了之後 究竟斷除一切的煩惱之後 你才能超越煩惱 你煩惱不是有貪 你把貪斷掉了 你就能夠超越嗎 沒有 貪斷掉了 當然你真正把貪斷掉了就可以 要浴灘色灘乳色灘 但是你先斷浴灘 浴灘斷掉了還有色灘乳色灘 你撐斷掉了 撐斷掉了 還有色灘乳色灘 那還有這一些 那你要斷除一切煩惱 那你才能超越 其實他在講這個道理 所以你必須要有方法 而且你的目標要非常的明確 有非常明確的目標 有非常正確的方法 那麼你要持續 那麼依這個方法去實踐 達到你要到的目標 那你才能夠超越 其實他重點在講這個 所以他分 這裡只要分三段 一段就是 那什麼是守之法 什麼是守之法 那知這些法做什麼 那就是要挑撫煩惱的 所以這個是治 治 挑撫煩惱 那挑撫煩惱到最後會怎麼樣 解脫 就是治者 目標 發心 那麼這個方法 次第 修行的次第 修行的宗旨 跟修行的什麼 功德 我們不是講一步均 都有這三部分嗎 有沒有 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方法跟次第 修行的宗旨跟理論 修行的方法跟次第 修行的殊勝跟功德 有沒有 每一步均都有分這三部分嗎 你看他這裡也是 你看這簡單的來講也是 那麼宗旨就是 你就是要知無我 因為無我就是要出生死 你之所以修行 之所以學法 之所以就是要出生死 其實也可以說要離苦 要離苦 那怎麼離苦 要有智慧斷除煩惱離苦 怎麼斷 這裡講的是先從 先從玉灘開始斷 玉灘跟蹭 所以要離無欲 那依佛法來講就是 要防護 要防護煩惱 不斷的申請 因為你不能不申請 你要防護 然後自然要調伏 依定來調伏 依戒來防護 依慧來斷除 那不是斷除一個煩惱 就可以解脫 要斷除所有的煩惱 要斷除所有的煩惱 所以也是類似 像這裡說諸數有面 要斷除所有的煩惱 斷除煩惱會怎麼樣 會解脫 那解脫是什麼 解脫到哪裡去 解脫沒有到哪裡去 他在講這個問題 那你說 那得了解脫 得了解脫之後 到哪裡去 做什麼 沒有到哪裡去做什麼的問題 只要有到哪裡去 就有來有去 有一個個體 從這邊到那邊 他才 有我才有到哪裡去的問題 有我才有到哪裡去的問題 好 大概就是這樣 126經 好 要不然我們看這個經 我們會覺得 這個好像就是 佛陀跟比丘講 好像跟我也沒什麼關係 不是 你要抓到這本經 它主要 它這樣說的目的 在告訴你什麼 那每一個人都需要 都需要明白 明白修行的宗旨 知道修行的方法 了解修行的功德 那智者就是 擁有這些修行的功德 就不在 擁有這個功德的人 那方法 最核心的方法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智慧 生死的關鍵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見 斷除我見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無我的智慧 就是這樣 那完全贈得無我的 擁有無我智慧的人 就叫做阿羅漢 那你看這本經 你仔細看它就是這樣 我們簡單講 我們不要用這個 因為這個很 看起來好像很聽不懂的話 基本上是這樣 好 來看一百二十七經 一百二十七經 它還在運相應裡面 現在都還在五運 其實五運還算不複雜 到了六修的時候 修相應就更複雜一點 因為它有六修 內六修外六修 然後就多一點 而且複雜一點 因為它是對近身心的 好 來看 有這麼一天 佛在齊眼睛色 這個時候 世尊跟比丘講 它不同的名詞 其實跟前面那一部經 類似 但是說法不一樣 這裡就重點在 有四個概念 前面有三個概念 叫做守之法至極至者 這裡叫做 重淡 取淡 捨淡 淡者 南傳的它另外一種說法 也是類似這樣 但是它翻譯不一樣 我們講 我們可以對照 比如說前面一百二十六經 前面的一百二十六經 它是所知法 就比丘要所知的 所應知的 然後至 即至者 它講這三個概念 一百二十七經 它講四種概念 它叫做 重淡 取淡 這個淡就是負淡 重淡 取淡 捨淡 很明顯的這三個層次 捨淡 然後 淡者 如果依巴利文的 南傳的 我們解南傳的 如果我們對照來看 它是負淡 當然不同的翻譯 不過就是類似像這種意思 負淡 赫負淡者 它是寫這四個概念 赫負 它不是相對的 赫負淡者 就是負淡者 就是這裡 取負擔者 取負擔 取負擔 這個概念 但是它是一樣的 但是它是一樣的 然後取負擔 另外一個就是放下負擔 放下負擔 所以它這個是很明顯的 如果是依它這樣寫的次第來講 就是 就是 只取跟放下 它這是兩個概念 負擔跟賀負擔者 有負擔的人 什麼是負擔 什麼是有負擔的人 只取負擔跟放下負擔 基本上它是這樣 所以它這裡就是 這裡是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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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這樣 好 那我們對照看 然後這個跟這個前面的 治跟治者 基本上就是有負擔的 負擔跟負擔者 那就變成如果這樣來看 這個就是 所知法 你直取什麼 你要放下什麼 那如果依照 對照126經濟就變成 就是調腐愈灘 斷愈灘 這些 就是你有煩惱 那你應該要怎麼調腐煩惱 我們可以對照看 好 來看 現在來看這個127經 那雲何為仲丹 你看就是五壽雲 五壽雲 我們可以這樣對照看也很好 那仲丹就是五壽雲 仲丹就是五壽雲 那這個跟所知法一樣 這仲丹是五壽雲 五蕊 我們講五蕊就好了 仲丹就是五蕊 用紅的寫好 那這個所知法是五蕊 五蕊 五蕊 那色受想形式 那什麼叫做取丹 就當來有愛 貪喜劇比比樂種 這個就是愛 愛有幾種 幾種貪愛 貪愛有幾種 有四種 一般是自體愛 境界愛 還有就是對於 這個所想擁有的 這些 還有一個叫 有一個後有愛 自體愛 境界愛 後有愛 這之前我們有講過 在哪裡 我看一下 有四種愛 沒關係 到時候再來看 那他這裡講的是 當來有愛 貪喜劇比比樂種 永斷無語 以滅以兔 近 離欲滅 這個就更多 都形容詞 這些其實都是形容詞 那什麼叫淡者 就是人 四夫就是人 淡者是人 然後這裡當然是 智跟智者 那有時候說 煩惱就是煩惱者 也可以這樣 這個就是講煩惱的部分 那淡者就是人 那捨淡就是捨掉這一些煩惱 永斷無語 以滅以兔 其實都是形容詞 那其實就是 捨掉所有的貪愛 那麼只要貪愛斷掉了 貪愛基本上就是涉貪 欲貪 涉貪 無涉貪 主要就是這三個 那麼我們如果講愛的話就變成 我們說自體愛 境界愛 或有愛 類似像這樣 比比喜樂愛 那麼這一些這四個斷掉 一樣 那你是從煩惱的部分看 從愛的部分看 還是從這個比如說斷三節 斷五節 斷五下分節 這只是不同的說法而已 所以你把這個斷掉了 那這個叫做 它講取淡 取淡就是你擁有 直取 直取有這種煩惱 那你要捨掉這一些 那基本上是這樣 那淡者就是你擁有這些煩惱的人 基本上是這樣 那照理講又有一個捨淡者 捨淡者 如果是這樣 因為有捨淡 有淡者 那這邊要有一個捨淡者 你要捨掉這些淡 然後捨淡者就是什麼 就是阿羅漢 所以他這裡的講是 有放下這個負擔 那因為前面有個智者 另外有一些的說法是 我們看 他說是似夫者 似夫就是人的翻譯 似夫就是人的翻譯 有時候翻譯就不特缺裸 如是明 如是身 如是信足 如是食 如是受苦樂 如是長壽 如是久住 如是壽命期限 好 那麼人就有種種的狀況 有苦有熱 那壽命有長有短 基本上是這樣 那有些就是 他說如是長壽 如是久住 如是壽命期限 就壽命會到盡頭 那有些活久一點 有些就活短一點 長壽短壽 那麽不管妳活到什麽時候 八萬大節還是有個鏡頭 還是有個鏡頭 所以它就是有生死的意思 就是只要是人就有苦 那妳有很多的苦 那這些苦包括 那麽妳的壽命 妳的健康 愛怨政會 愛別禮 就是我們叫老病死 他就是在壽命這一邊 然後其他的 就是妳對於 比如說妳這個怨政會 愛別禮 這一邊的 求不得這裡的 那這個都是種種的苦 都是我們的重擔 那所以它這裡說 有種擔 有取擔 有捨擔 有擔著 但是它這裡的解釋指 你看它只有雲和重擔 雲和捨擔這樣而已 那取擔跟取擔 它講雲和重擔 雲和捨擔 那後面就把市民重擔 取擔 捨擔 擔著 它沒有特別講 什麼是捨擔 什麼是擔著 那擔著就是這一些 擔著就是 擔著基本上就是前面這一些人 人擁有這樣的苦樂 長壽 這種 那捨擔其實就是妳要把這一些去掉 妳要把這些去掉 所以它就總個說 如果這樣來講 因為如果照正常的話 它會一個一個講 就好像前面 雲和是所知法解釋 雲和治 雲和治者 因為前面是 我今當說所知法 治及治者 然後就一一講 什麼是所知法 什麼是治 什麼是治者 那這裡是 種擔 取擔 捨擔 擔著 那照理講也要這樣 但是它沒有這樣 那就前面兩個解釋料 後面就 擔著有 擔著有 但是後面那個捨擔 並沒有特別說 雲和擔著 一有有捨擔在這裡 我現在看到哪裡去 有有有 它一樣有講 就是什麼是重擔 什麼是捨擔 那取擔 取擔它 取擔有講嗎 看一下 取擔沒有講 然後擔著 擔著就是師父 擔著是師父 它只講捨擔 重擔 取擔有 取擔有當然有 我是看得灰去 看到灰的 看到沒有看到這裡 好 它基本上它都是有有講對 因為照理講要這樣 我沒有看到把它忽略掉了 所以它應該是什麼是重擔 什麼是捨擔 什麼是重擔 什麼是取擔 什麼是捨擔 好 那這個取主要就是它的關鍵 就是愛取 愛取 那你應該要捨掉這一些 你應該捨掉這一些 當然有愛 把這些捨掉 完全去掉 然後我們擁有這樣的是一個擔著 好 那這樣對 我剛才為什麼會看不到呢 真奇怪 我剛才怎麼看怎麼看 看不到呢 好奇怪 現在又看到了 好 那確實是這樣 因為如果不這樣的話 就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你要一個一個解釋 好 那我們把這個記看完 它說講完了它就再重新講一次 是名為重擔 取擔 捨擔 擔著 那下面這個記它說 以捨於重擔 不負應更取 就是假設你放下這個重擔 那麼不應該再去持取另外一個負擔 放下這個負擔之後 就不應該再取另外一個負擔 那麼重任為大苦 重任其實就是重擔 捨任為大樂 就捨擔 其實它這邊應該翻重擔為大苦 捨擔為大樂 應該是這樣 那麼當斷一切愛 則盡一切行 那麼這個就是捨擔 就是你之所以有這一些負擔 就是這些苦 主要是因為有愛 主要是因為有愛 所以你要斷 你要斷這一切諸行 就像前面講的諸數有滅 盡一切行跟諸數有滅基本上是 小了有餘盡 有餘盡就是煩惱盡 然後不負轉還有 就不受厚有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在阿涵經裡面有 它是 它是真意阿涵裡面這麼說 它說 當念捨重擔 這個是雜阿涵的 那真意阿涵裡面有 當念捨重擔 當念捨重擔 更莫造新擔 它是這麼說 單是世間病 其實就是愛 舍淡第一樂 它其實是這樣 跟這個基本上是一樣的 一樣的意思 後面還有 後面還有 後面寫在這裡好了 他說 亦當除愛解 就是後面這一行 即捨非法行 它應該是同一個季翻譯的 那我們就參考 盡當捨離處 有一點像豬樹有面 如果我們這樣來看 更不富壽有 真意阿涵翻得比較容易明白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這個是前面那個季 以捨以重 當然不呼應更取 那當段一切愛 就是後面那個季 這樣我們會比較容易明白 好 那麼我們先講到這裡 下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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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